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12月31日为止 民众只要在新北市境内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 并且规划了各式抽奖活动 鼓励全台民众来新北市消费 6号举办了最终波的抽奖记者会 抽出了价值335万的顶级名车特斯拉得主 新北市长侯友宜从5万多位符合资格的抽奖者中 抽出最大奖335万的特斯拉Model X的幸运振兴民众 虽然现场致电没有接通 但侯市长同样给予祝福 希望大家能够多到新北来消费 何友宜表示 去年受到疫情冲击 在地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市府举办了新北振兴168等活动 累计145亿元的消费总额活络地方经济 在短短半年时间 总共在新北市消费总金额达到145亿 尤其我们的新北所发的特费件500万800 在公有市场在越市消费的 我们的回缩回来真正的消费有达到8成以上 也带动一般市民经济成长了两成 这个都要谢谢我们所有对新北市来消费的 所有的全国的民众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而首颇被抽中特斯拉投奖的得主 也首座感谢赫卡送给侯市长 谢谢市府办理抽奖活动 而最终一波总共抽出了3797个奖项 包括iPhone、iPad、AirPods 以及家电礼券等大奖 中奖名单将公告在新北振兴168网站 并且也会透过email寄送中奖通知 请民众密切注意中奖资讯 详情可以上新北振兴168网站 或是来去新北金发局脸书粉丝团查询 记者赵世渊板桥采访报导 新北市板桥大官派出所远检货报 有男子蹲坐在福州桥护栏上 赶过去紧急拉住欲跳河的男子 这名男子表示北上巡有不顺又花光钱 久后心情不好才会想不开 所幸警察及时赶到 避免了憾事发生 警笛声响起板桥分局大官派出所警员 配挂密露器录下紧急勤务 一路火树往福州桥方向赶去 因为获报有名男子蹲坐在福州桥护栏上 而男子一看到警方转头望下跳 救人惊险 救人惊险瞬间警员许峰卫甘培红杨又林随即徒手拉住男子的衣服和双手 但男子想振脱原警随机应变穿过护栏拉住他的脚 最后拖住男子拉上来 并将他紧急送医 板墙分局表示 欲跳河的男子从中部北上寻有不顺 再加上花光钱 饮酒后心情不好 差点做出傻事来 建议陷入负面情绪的人都应该寻求专业协助 自杀无法解决问题 请珍惜生命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行驶国道需要缴纳过路费 新北市中和有一名许姓男子车上没有装ETC 去年因为忙碌想说贪图方便 趁着验车时再一次缴完 却不知道不依规定缴费 会有按日结算的300元罚单 一整年下来累计开罚了234笔 加上强制执行费用 还有高速公路违规等罚还 共80200元 只能苦吞下罚金乖乖缴纳 一整叠的罚单收据到底有多长 从头到尾拉开整整超过500公分 这些收据是新北中和一位许先生的痛苦经验分享 他的朋友替他拉开罚单也大呼不可思议 许先生表示去年忙想说趁着验车之际 再把银缴税金和过路费缴清 万万没想到ETC未缴货路费补缴之外 还有未缴费按日通行计算的罚还300元 算一算去年234笔 加上强制执行费用 还有一张罚单 总金额8万0200元 许先生说走国道南来北往卫装ETC直接超商缴费 先前缴费正常去年没缴误以为补缴就好 验车时收到上百笔的罚还 虽然想说是自己疏忽的问题 却也觉得政府实在是太抢钱了 你如果说以前的过路费对不对 我们要买然后给你那没差 你现在给我们方便 那你方便就方便到底嘛 我们一次缴验车每年都要缴 一次缴给你字纳金没关系 你一笔罚300 像我这种一年都没有去缴的 200多笔 你就200多笔又要罚200多笔的乘以300 一整年为缴过路费罚还的收据 200多笔长到可以当披肩 朋友的搞笑点出许先生的经验实在太惨痛 许先生乖乖缴纳之外 也想以自身经验提醒用路人 国道通行费除了补缴之外 还有罚还300元的问题 别因忙碌贪图方便而让荷包大失血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依据新北市消防资料显示 火灾多发生在住家 其中电器设备失火最高 为了提防住家失火 消防局提供住警器免费给民众申请 到今年为止 新北市已经有65宗火警 因为住警器启动 让民众及时逃生应变的成功案例 为此国际司指挥300B2区 联合捐赠了570支住警器给消防局 希望守护更多民众的安全 住家冒起农烟住灾用火灾警报器响起 原来是屋主滚头刀差点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毁了一个家 索性住警器发挥效果 发出高音量警报声提醒住户即刻逃生 类似这样的案件 截至目前新北市已经有65宗火警 因为住警器启动 及时逃生扑灭火源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安装逃生利器 保护全家人 国际司指挥300B2区第4专区第7分区 联合捐赠570支住警器给消防局 尤其新北市五楼以下公寓居多 也未设置消防设备 住警器安装简单 如能普及化 相信能守护更多的民众居家安全 针对五楼以下公寓来说的话 可以救很多人的命 针对这件事我觉得没双 这是美式一桩 那针对说我再发起 跟会我这下面五个分会 来做一起共同做这样的 热心共义的社服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荣幸 一起参与共同社服的事情 中低收入的 还有或者是有些 无居的这些老人 都在返桥的 那么我们会来优先来做装饰 我想经过装饰完之后 只要家户有这一个火在花生 我想可以借由 自警器的一个掀起的 这样的一个警示 可以来安全来做一些地灯 火灾最容易发生在行动力坠落的深夜 或是清晨的熟睡时刻 透过安装助警器 当守夜者 越早发现火灾 越早逃生紧急灭火 降低生命财产的损失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新北市英哥区 除了是国际认证的一具城市之外 现在又入选了交通部 2021年台湾经典小镇3.0 特有的陶瓷文化 陶瓦馆 陶瓷老街 加上山林步道 天然资源 都是吸引专家学者 及秘密客青睐的原因 由交通部观光局办理的2021年台湾经典小镇3.0评选 以自行车旅游年为主题 英哥区公所团队整理近年建设成果 还加强凸显英哥人文风土的友善亲切与代课热情 获得评选信赖入选 我们英哥是以陶瓷文化来著名 那我们英哥也有步道 还有脚踏车自行车道 都可以说非常的漂亮 设证当天由英哥区长师明慧带领公所团队 接下这份荣耀 当天在现场也展示了英哥的特色陶瓷 英哥饼知名餐厅的首录菜 其中我们英哥的特色公园 不仅是在地居民常常来游玩的 来休闲的一个场所 更是大家都慕名而来 比如说我们的永吉公园一年世纪都有不同的花海 可以来供民众来拍照打卡 那民众来到这边都可以带着小朋友 有不同的经验 那我们最近的豆豆龙公园 也是小朋友非常好奇 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特色公园 想体验今年小镇之美的好朋友们 不妨趁个空档来趟英哥 走读英哥自然风光 细赏在地陶瓷文化艺术情怀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冬天最受欢迎的非姜母鸭莫属 网红中年大树姬哥要带大家到新北永和 吃一家最道地的姜母鸭 只是姜母鸭的食材除了鸭肉之外 哪一些可以加哪些不可以加 透过姬哥带路一起来看看 冬天到了 冬天要吃什么呢 冬天最好的美食是什么呢 据调查 最棒的平民美食就是姜母鸭 为什么呢 因为姜母鸭可以让你驱寒 可以补生 可以进补哦 所以呢 现在就让姬哥带你一起去吃 我们的姜母鸭Go 好好喝哦 你有没有发现 我的肚子堵住了 为什么吃姜母鸭 一定要坐在矮桌子 矮凳子上面呢 为什么就不能坐高一点呢 老闆啊 你看看啊 我肚子都顶到了 你你你 你来说说看 干嘛没事坐这么矮啦 先来一次就要给我摸哦 要用泡汇煮的比较香比较好吃 老闆说也比较忙碌 你如果知道早就早就吃到什么 用处的东西也吃得比较安全 你知道吗 不要再把我问了 哦 原来如此 吃姜母鸭 配料到底有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金针 豆皮 鸭血 玉米 蔬菜 拉肠 冬豆腐 鸭丸子 为什么没有提醒 叶子呢 喂 老闆 你到底在搞什么要吃 他就我妈要 哎呦 鱼角燕脚是我们这个海山鱼的 海山鱼的跟我们这个中午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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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吃鱼角燕脚 你就自己去超市买就好了 对不对 就不用来我们这里吃 来我们这里就是要吃我们新鲜的原地啊 你知道吗 呵呵 原来如此 那你懂了没有啊 影片都结束了 你怎么还没有 按赞 订阅跟分享呢 记得记得 赶快开启你的 小铃铛 我是大树极客 我们下次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T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自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启天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欢迎订阅